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首席武侠明星 这就是王宇 今时今日 许多影迷和国人恐怕只知李小龙成龙等等 却对王宇不太熟知了 但真正要称呼起来 王宇自称是李小龙的师傅 港台第一代打星 恐怕都丝毫不为过 在60年代以前 华语电影市场大部分是黄眉调电影 女明星是绝对主角 很多男主角也是由女演员扮演的 男演员只能是绿叶 而王宇主演的《江湖奇侠》改变了现状 真实的打斗场面取代了过去虚假的舞台效果 观众也从中真正体会到了江湖的快意情愁 后来的《独臂刀》更是创下了电影票房的新纪录 在《那个年代》里突破了百万元大关 是一部现象级的电影 这也是男性演员首次真正拥有了绝对主角的地位 独臂侠当时在香港火到什么程度呢 童年的陈可欣在上市片场自称刀王 观景棚的《男性女像》 华语电影与性别中 只要自己从影以来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王宇 张学友脸上的一道疤就是模仿王宇动作留下的 后来的徐克 李仁岗等等拍的很多片子中 都有致敬王宇的桥段 毫不夸张地说 香港的电影人们没有一个 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 年仅23岁的主演王宇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 导演张彻在影坛中的重要地位也因此被奠定 张彻何许人也 说他是香港功夫电影的始祖都不为过 张彻热容于展示男性力量之美 撑起了邵氏功夫电影的半壁江山 王宇也因为张彻导演的独臂刀一炮而红 两人可以说是互相成就 信心相惜 张彻对王宇非常欣赏 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 就连王宇拍戏过程中突然撂挑子 都不舍得责骂他 可惜由于邵氏集团的片酬太低 成名的王宇已经不满于微薄的酬劳 加上王宇天生反骨 也不甘受制于邵氏 不久之后就撕毁合同 加入老东家邵氏的死对头 家和 说到邵氏和家和这对相爱相杀的死对头 其实颇有渊源 60年代的香港影坛中 邵氏可以说是一家独大 因为邵氏不仅自己拍电影 而且从影片到院线全部包揽 垄断式的家族企业让邵氏发展得非常庞大 但是邵氏唯一做的不好的方面就是人才管理 对下面的演员都过于苛刻 薪酬极低 家和的创始人邹文怀原先是邵氏的制片经理 也是因为觉得邵氏的薪酬制度不合理才怒而出走 成立家和与邵氏对抗 临走时还不忘挖走了邵氏当红小生王宇 王宇到家和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独臂刀》大战盲侠 直接套用王宇的成名作把邵氏气得够呛 直接把家和告上法庭 说他们侵权 至于为什么把邵氏气成这样 又不得不提王宇的具有传奇色彩出走经历 当时王宇与邵氏签订了八年的劳务合同 王宇怕转战家和之后老冬家邵氏会来找他麻烦 有一天晚上王宇敲咪咪的潜进邵氏办公室 把一百多份邵氏演员的合同都烧了 这番操作也是惊为天人 正常人哪有因为怕被离职追责就去烧公司合同的 不过在王宇身上倒是却有可能 毕竟作为一个明星 别人上的都是新闻的娱乐版 而王宇上的都是社会版 王宇从小就是一个社会人 热衷于喝酒打架 后来还搞过帮会 得罪了人给自己搞成重伤 典型的不作就不会死 因为上市官司事件 法院给王宇下了禁止令 即在香港地区只能接排上市集团的旗下作品 王宇这笔天高 怎么可能甘愿一辈子被一个 他不以为意的小公司所束缚 再加上随着香港电影业的逐渐衰落 王宇走进了台湾 想在台湾施展自己的才华 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方向是由自己抉择的 王宇原本可以一帆风顺地留在香港 发展自己的武侠明星事业 很落善舞的他没有走正道 反而卷进了台湾黑帮 按波汹涌的世界 之后一代武打巨星 令人们茶余饭后品足论道的 不是他多么高超精湛的演艺能力 而是王宇作为台湾黑帮竹联帮的骨干成员 他在黑社会的那些风流运势 让众人瞠目结舌 闹得最满城风雨的就是 华一齐曾参与了三大事件 1981年当时台湾天厨餐厅事件震惊全国 王宇由于出庭指正当时四海帮的刘伟明 被其他帮派成员砍成重伤 在出庭当日 双方帮派因此事大大出手 在法官面前冲突不断 无视法律 目中无人 酿成了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法庭事件 从此王宇的名声每况愈下 演艺事业戛然而止 说到王宇的感情历史 很多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说这几段精实骇俗的爱情 让人觉得只是些断精灵粉 而有些人却认为这是王宇硬汉柔情的体现 王宇第一任妻子林翠原名曾毅 是演员曾江的妹妹 在当时有学生情人的美称 而且在香港已经红透半边天 王宇与林翠相识于金菩萨的拍摄 为了求得美人归 王宇愣是从一功夫五星装扮成斯文小生 还专门跑去欧洲给林翠弹吉他 在日本拍戏 因为打不通林翠电话 就要撂挑子回国 没错 这部被撂挑子的戏 就是前面张彻导演的戏 张彻还忍了他 感觉张彻比林翠还爱王宇 不过当时的林翠已经跟著名导演 秦健有过一段婚姻 1969年林翠跟前夫离婚 同年前夫秦健不知因何缘故 想不开亲生离世 消息传出后 王宇和林翠开新闻发布会 说明结婚消息 虽然这个操作被媒体诟病 但也并没有颈椎不放 两人过上了甜蜜的婚姻生活 婚后育有三个女儿 其中女儿王欣平还是如今 淮宇流行乐坛的知名音乐人 然而好景不长 林翠和王宇并没有死守终生 于1975年离婚 离婚之后 王宇还跟女神林青霞交往过一段时间 王宇自爆是林青霞主动先约他 叫他学车 交着交着就约会去了 这段恋情持续半年左右 王宇因为自己的形象不好 经常打架都欧上社会版 而林青霞走的是清纯玉女风 王宇怕林青霞被自己的形象拖累 最终与林青霞分手 王宇和第二任妻子的婚姻 比起之前的先起的风波更大 他第二任妻子是年轻21岁的空姐 王凯真 当时王宇已经38岁了 名副其实的妇女恋遭日分宜 不过最后嫩妻出轨而离婚 为了捉奸 王宇的私事 还上了不少新闻头条 离婚之后 王宇的感情生活 也没少被媒体爆料 更令舆论哗然的是 2013年70岁高龄的王宇 自爆和小40岁的大陆海关公务员交往 不得不感慨 王宇的情史一点风平浪静的时刻都没有 然而世间最令人应难平的 就是英雄迟暮 当年风光无限 无数人心中的武打偶像王宇 到如今年已经77岁的高龄 2019年8月份 当女儿知道她获得终身成就奖时 心中或许并没有欢喜 更多的是五味杂陈 她说 我的父亲是一个行走 需靠轮椅 进食需靠鼻尾管 日夜需要有人翻身 拍谈照护的失智老人 事实上 王宇在2000年 就淡出了娱乐圈 改行在台湾经商且非常成功 摇身一变就从演员成为了商人 之后常年居住在台湾 已经鲜少在香港露脸 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 她戏影难耐 连续三年出演电影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又再度退出 其实自2011年后 王宇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 2011年6月 曾经有过中风的经历 不过那一次中风不算严重 只是身体左半部分不能动弹 不过经过调养 王宇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两个星期后就出院了 同年还角逐金马 最佳男配角的身份 走金马红毯 但是这一次中风 也给王宇的身体留下了火根 四年后的2015年1月 王宇从泰国机场返台的时候 第二度中风 这一次的中风几乎令她一蹶不振 在当地医院进行了手术 一直呆到情况稳定 才搭乘了医疗专机回台湾 入住了当地的振兴医院 这一住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 这些年王宇一直住在振兴医院 特别请了三个护工贴身 轮流照顾 而入院后的王宇 每日的放风时间 九早上的八点到十点 只要天气好 都会由护工推她外出晒太阳 以王宇这个情况 想要回到从前自由行走 是不可能 而关于王宇 目前的情况 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 早前谢贤到台湾出席 真真新书发布会 顺道探望了王宇 她并没有表示王宇有什么大的状况 不过王宇的二女儿王家露坦言 早前王宇曾经因为呼吸衰竭 而被送到家户病房 故此三番两次就传出王宇病危的消息 特别是近两年谣言愈发猛烈 对此王宇大女儿王新平则是驳斥事误传 不过以王宇现实的情况来说 也的确不太乐观 就连女儿王家露自己 也含有的在社交平台上表态 王宇的情况不是太好 甚至表示 我不太希望父亲清醒 因为父亲好胜逞强 如果知道自己变成今天这个模样 那才是噩梦的开始 知父莫若女儿 这样对王宇来说 也并不是完全的坏事 一代巨星终究 还是要屈服于最后的局限人生了 这位曾经在荧幕上 风华绝代的英雄侠士 也只能永远停留在 人们的记忆当中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蜡米的视频 就请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